近日,54岁的中国著名作家于平仁独立学者宋祖德亲赴江西上饶调查15岁学生胡新宇失踪案 经过10天的连日走访,宋祖德已经掌握了一些宝贵的线索 但目前他还不能公布这些事情,他准备把这些证据递交给北京,让上集来查办 不过,由于这件事可能牵扯很多关系网,里面水很深,很多网民担心宋祖德会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 并有个别人士称宋祖德在江西已经失联 看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,宋祖德的亲弟弟刘信达公开痛迟道 严厉警告,造谣宋祖德老师在江西失联的网络主播,必须道歉,必须主动申除造谣视频 随即,宋祖德也现身说法,他发文表示 我没有失联,刚从小胡家乡回到广州,明天我会拜访一位祝祟全国人大代表 请他帮忙关注小胡及小胡女同学小丁 这次在小胡家乡投尾待了十天,马不停蹄走访群众 家长、同学、殡仪馆、医院、工商、教育等部门发现学校的伞真的很大 必须由北京出手才能打掉黑伞 我的材料北京已经收到,正在按照程序处理,让我等待 看到宋祖德兄弟俩出面回击谣言,关注此事的网友们悬着的心,总算可以落地了 网友们表示,宋祖德老师才是大家真正应该追的心 真正的正义之神,这个案子出这么大事都没人管 这可是网络社会下全国都知道的案子,如果是以前的话不敢想象什么样 还有身为家乡的网民指出,全国的家长都支持您宋祖德这样敢于挺身而出的斗士 封闭学校丢孩子绝不能不了了之,事件太恶劣了 至于胡心与失踪案后续进展如何,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